明总监 是不是喝得太急了 程总觉得这样还不够吗 五年前你让我颜面尽湿 现在 你觉得喝一个酒就够了 程总不要得寸进尺啊 那你也别忘了 现在是你在求我 快看那边 那个明慧居然在勾引承诺 军医在眼睛里 没想到明慧是这样的人 什么情况我知道我 不知道这样吗 这一天好散啊 我该谁让她打听广东公 你们家老公的 这也太刺激了 得罪谁不好 偏要得罪中就前进 敏小姐 这么不自重 对不起啊 程太太 不知道你也在 程总 我今天先失陪了 等一下 这就想走 程太太 刚刚那杯酒是我应得的 但不要太过分 所以我 وج Conference 他就想走 对不起 我这就像人 老板 我这就像人 老板 你干什么 老板 我这是 你干什么 现在我觉得形势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真心 敏慧 你愿意嫁给我吗 挺好 从今以后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谁啊 他怎么会跟敏慧呢 欣总 欣总 下槟城我见过这好人吧 该不会是新来的那个蓝鸟的首席吧 欣总刚到槟城来 就学会了一招英雄救美啊 顺手而已 明总监 是不是喝多了 林夕月 把明总监送回去 好的 程总 不用了 爸 我正好也要走了 我送吧 这不刚来吗 程总 我酒量浅 先走了 程总 这位不会就是 没错 他就是蓝鸟集团的总监 先许 真的是你 心情 你的病 五年了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 钱 居然连有父之父都不放我 还是说为了得到你想要得到的 什么人都可以了 就像当年骗我一样 已经五年了 我们应该忘掉过去 放过彼此了 我是想忘了 可是老天不让我 因为我永远都会遇到的 而回忆还要多缠闹 心情 原来你还在喝 我爱你 说吧 你让我做的我都已经做了 接下来轮到你了 艾米怀 你跟那个新奇到底什么关系啊 这件事情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 程启让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能让所有人都认为 是我在勾引你的话 你就会帮我 你如果想耍赖的话 我爸现在已经在回来的飞机上 只要下了飞机 就可以安排手术 所以你最理由 你让我去 程启让 老婆 你千万别生气啊 是明慧那个女的喝多了 我都没想到 她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她怎么在 我根本就不在乎 你和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也不关系 但今天来的宾客 有一半都是冲着我爸的面子来的 我不想有任何风言风语 去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 你不要面子 我们正家还是要的 我最讨厌这种无聊的情况 思思 宝宝 是不是累了呀 好了好了 思思 妈妈带你回家睡觉觉 好不好 老婆 现在这么多客人都在 如果就回去 走了 思思 回家睡觉觉 在你眼里 我还不如一条狗啊 预备 及时开始 interviews 跟陆柔和中文字 和他 有什么 还不得 Bou 严重林 和小杰国 和大人体 和你关系 都不能力 都不会用 吴汤 不能力 呢 你怎么还没你不要 好 谢谢啊 教授 我给你介绍 介绍吧 要不让医生介绍给你 恭喜啊 周医生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小医生 还装睡 被我发现了是不是 明慧 你看现在几点了 要不是为了等你 我早都该睡觉了 哎呀 对不起嘛 我错了 敏慧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我呢 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 妈咪 你今天是不是很辛苦呀 为什么这么为啊 我刚刚听到你叹气了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小超人 妈咪是大超人 所以妈咪不觉得辛苦 好了 你快睡觉了 妈咪晚安 全圈晚安 快睡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